各位英俊瀟灑美丽大方的小伙伴 大家好我是张坤 经典服出了戒佐词 咱们来看一下戒佐词 整共能化身多少化身 通过一个小剧本 猥琐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这个可能比较无聊 然后就 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观众喜欢 老头觉得也是赚的 所以你喜欢你就看 你感觉没意思 就直接停 直接关闭 那么戒佐词有心提醒一下 相对于标佐词加强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就是游戏开始时 两个化身改为三个化身 两个改三个 这就是相当于门槛高了 然后还有一个加强就是 还有一个加强就是 回合开始或结束时 你可以选择一下 标佐词的话 没的选择权 你只能执行更改亮出的化身牌 但是戒佐词 你有一个选择权 就是你可以更改亮出的化身牌 或者移去自多两张化身牌 并获得等亮新的化身牌 就相当于可以制衡这个化身牌 那么这个剧本 当前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制衡化身牌 一直制衡一直制衡 他的目的就是刷出许游 然后许游的试材 由于你只有试材 没有寸口 所以你如果 比如说将桃放在排队里 你摸一张台 你就是摸你放排队里的这个桃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online有bug 试材回合外可以无限发动 如果没有bug的话 你发动过基本牌 就不能再发动基本牌了 但是由于online有bug 所以说这个可以一直发动 那么你单试材一个桃子 那就可以吃吃吃吃吃 无穷无尽的吃 对吧 那么徐龙他是有杀绝的 比如说他一个决斗 他把我们杀绝 他再把绝斗拿上去 那我们吃团 再摸团 再吃团 再摸团 然后徐龙再杀绝 那这样一排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一直的受伤 然后现在的目的就是 现在就是每回合 去制衡这个化身牌 争取把赤才给他找到 然后徐龙争取你找一个决斗 或者蓝蛮 或者万剑 或者说点卜 都可以是吧 试财来了 试财来了 徐龙就需要先把我们打到一血 然后来一个决斗 触发杀绝 或者是脸乳突突突触发杀绝 都可以 那等他再来 这么长时间估计也差不多了 好了 这是一个桃 他是决斗 那就开始试财了 一直摸这个重复的桃 对吧 杀法绝绝 绝绝后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戒绝 是有多少个化身了 他一直刷 一直刷 你去刷吧 这个框框会不再扩大的 魏国可以化成这么多人 注意啊 既然左词他化身的标界是不合一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化身到标潮潮的话 你如果用这个锦绝 你用标潮去 如果你也可以化身到界潮潮 说白了他俩是不同的武器 同时 不同的化身呗 标鬼猫和界限突破都可以化身 他们并且是不一样的 你不信你看着 哪一会儿应该会把界潮潮刷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剧本是刷出了所有的化身 所以界潮潮早晚会送到 这个湘境会 这别手都点错了 我们看起来很无聊 但是他们真的执行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个很有难度的 为什么 你试想一下左词点错规则 有机器直接结束 对吧 左词一点错就不自救了 或者不胜财了 那就直接打死了 打死了这就前锋进气了 虚荣点错还好一点 虚荣点错的话 这个是化身台在 对吧 化身台在 然后夏矮轮他在搞别的台来杀绝 比如说点路 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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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接的角色都可以 但是这个左词一点错直接前锋进气 所以说他们其实 你还借曹操来吧 这其实还是一个细致的 可能你手还要点半天 盆半天 然后我们最后看一下 全部的化身有多了 这现在已经三十七个位 三十六个手 二十七个五 二十十一个群 这加起来的话到时候我们加一下看整个 我还要做肯算甲嘛 你既然气飞一下呢 不对 在这儿 再有肯化身处在这儿啊 在这儿在这儿 让我们等一会儿看一下就行了 不要太快了啊 别发倍数到时候来不及了 游戏快结束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卡断 要不然的话他游戏一结束就差不了化身了啊 等他到十五分的时候就切回来 哎呀千万别过了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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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哇 你有兴趣的可以截一下图啊 如果没兴趣的话其实就就蛮无聊的 反正借左次这个武将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啊 46个卫将 46个暑将 然后吴国是42个 哇42个三排排中了 看来一排是14个 12345678 9101112 1314啊好聪明啊 46的话那这应该也是14 然后再加4个 14乘以342 是吧那这个也是最后一排4个 大家感兴趣可以截个图啊 然后吴国的话是42个 群雄是30个 感兴趣可以截个图 不感兴趣就算了 然后不感兴趣你估计也看不到这儿来 然后应该没了啊应该没了 这就是164个化身 感兴趣的话 来 魏国截图 截图 3 2 1 蜀国46个化身 截图 3 2 1 吴国42个化身 3 2 1 群雄30个化身 3 2 1 然后要注意标界不是合一的 它是比如说以曹操为例 你可以化身标曹操也可以化身戒曹操 你到底化的是哪个还得看运气 是吧 还有吗应该没了 我记得 来 再刷 还有没有164还增不增加 又来一个决斗 没了 它已经没了 它已经验证没了 那么164个化身 全部展示给大家了 我们觉得看起来那啥的啊 但他们其实还是付出了心情的努力啊 然后也动了脑筋 你不动脑筋 你哪知道这么快的刷的方法 是吧 然后online这个左赤的bug已经修复啊 是12月24号修复的 然后这个录像大概是12月23号 或者12月22号的啊 并且借左赤也是刚出 所以说这个视材的bug被我们利用了 然后以后就没有这个bug了 视材已经修了 好的 谢谢大家